明天你和李诚之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 我就出院了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我知道 不就剩下养了吗 在哪儿养都一样 回家养去 我是想啊 把楼上那套房子 模糊到你的名下 不用不用的 妈 我不要那房子 我就要那个一斤 还有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明白了 下半辈子好好地陪自己活着 睡吧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来接你吗 挺好 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 你累倒是还好 那我这次回家可能要多待几天 别再想我啊 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想了一晚上 想一晚上 什么问题啊 如何高效地谈恋爱避免吵架 如何 我们都把对方的优缺点罗列出来 这样既可以增进我们对对方的了解 也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这是你的 好 陶淑娜的优点 陶淑娜的缺点 我 我优点就这十二条 然后我缺点这么厚 还有一些我们有罗列出来 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 先给解决了 你 你说我乱人东西 行 我承认 但这个 睡觉打呼噜磨牙还提人物 我没有 我不这样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 我睡觉你拍下来干吗呀 你无不无聊 我不无聊 而且以后要是要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 但 这也不算你的缺点 这是生理上的问题 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 看能不能医治 你还跟别人说了 还要医治我 你要这么嫌弃我的话 那 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 你就一个人睡呗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地 讨论这些问题 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的 行啊 理性地讨论是吧 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 你的缺点就是理性 太讨人厌了 理性算是缺点吗 当然算 你跟我在这儿又谈效率 又拿这么一摞东西给我看 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 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谈恋爱的确是 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 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 娜娜 太过感性我也 张晓燕 娜娜 爸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爸 喂 妈 我回来了 哪吶 喂 妈 我回来了 我现在在路上呢 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检查吗 终检啊 终点结束了 我坐早班车就回来了 你在哪儿呢 我 我 我在民政局呢 你在民政局干吗呀 你大姨要离婚了 姥姥让我过来陪陪她 给她壮个胆 我大姨离婚了 那 那你们等我啊 我现在过来 师父 我改个地址啊 好 娜娜回来了 她看姥姥 但是现在过来找我们了 你叫她来干什么呀 让她直接去医院吧 没事 你让她来吧 人多可以为你撑腰呢 一锦他们出发了没有啊 还没信呢 会不会有新情况啊 不会的 姐 依锦现在越来越能当家了 肯定不会有事的 爸 爸 你要再让我找人开锁啊 你尽管找人来 我就是不离 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抬出去 你怎么这样啊 所以不说好了吗 出二房儿啊你 出好个屁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 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 还有你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每月两千块钱就把我打发了 做梦啊你们 爸 你要是这样的话 姥姥就会找人 把你赶出这个屋子 你让那老太婆找人来 我在这儿等着她 妈 大姨 大姨 没出什么大事吧 没事 别动吗 别动 娜娜 一大早把你叫过来 受累了啊 不累 大姨 你这儿有事 我肯定得来啊 姐啊 赶紧给一锦打电话 看他们到哪儿 你们到哪里了 我爸不出来 他把门打走了 他把门反锁了 李承志啊 我就知道 他会干这种事 那 那 那现在怎么办呢 来 姐 你现在在家门口呢 那你回来了 爸 什么情况了 我正想办法怎么办 我爸弄出来 行 我知道了 你等着吧 我们来帮你啊 走 大姨 来我找他去 好 我这是给谁发信息呢 不会是真找人 要砸我的门吧 我跟那个美好的是真好 一下子 你别来 你不想不想其他的 好 你不想想其他 你不想其他 你也要为主席 你不想其他 你不想其他 你不想其他的 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们了 姐 怎么样了 找个开锁了 没来呢 二爷 李承志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好了今天去离婚的吗 你怎么又躲进去了 赶紧给我出来 大家好聚好散 你别搞那么尴尬啊 李承志 这是我妈家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一群疯子 你们梦家都不是正常的人 李承志 你骂谁呢 都给我滚出去 爸 我就问你 现在去不去民政局 不去 想给我点钱就给我打发了 没那么容易 我让你们老梦家耽误了一辈子 现在看我老的就把我撇了 要离啊 除非我死了 哪儿呢 哪儿呢 李承志 大骗子 李承志 老张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不还钱 听说你想死啊 那还不容易吗 今天咱俩成全的 有话好好说吧 哎呀 什么人啊 老爷叔叔 要不坐下说 老张 不是 我没说不还钱哪 这是我闺女 她有钱她替我还 这借条上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 两位叔叔 我今天把你们叫来呢 就是想说 要不 你们就把她带去派出所 你们的事你们自己解决 是你把他们找来的呀 你得替爸把钱还了啊 咱不能干大姨灭亲的事啊 闺女 些啰嗦了 今天把钱还了再说 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呀 李承志 今天我们来 就没打算回去 看不见钱 我们就跟这儿住了 不走了 是吧 明伟 你妈不是说替我还钱吗 她现在还了吧 李承志 你是不是人啊 你这会儿想起妈跟你说的约定了 早干吗了 神经病结 别理她 让她自作自受去 叔叔 这房子呢 是我姥姥的 你们要是喜欢的话 随便住 想住多久住多久 平时呢 饿了的话 我就来给你送饭 你们觉得怎么样 听见了吧 好啊 就这么办了 不能见死不救啊 闺女 我是你亲爸呀 爸 我可以救你 但是你也知道条件 答应吗 我去住 是吧 你红尾 钱我打给他们了 以后不会有人骚扰你了 好 我不感激你 因为你们如愿以偿了 你们终于逼着我和你妈离婚了 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 还有我妈的存折在你那儿 我知道钱你都拿走了 但是那是我妈的东西 帮给我 没什么心愿的 你答应给我的钱 什么时候打到我卡上 我今天帮你黄六万 如果还每个月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这两万块钱可以抵两年半的生活费了 我这么快就出尔反尔 昨天你姥姥亲口答应要替我还债的 这跟这两千没什么关系啊 姥姥是答应你了 但前提是你要一大早来明证据 没有做到 而且我答应替你还钱也是有条件的 这个事事先说好的 黎一锦 你就这么初心积虑地对你吧 你不怕天打五雷拼 那就两年 两年 信吗 两年之后我开始给你打钱 承诺信息我会发在你手机上 别花这么快 我怎么能相信你的成功 我怎么能相信你暗约能给我打钱 爸 我妈跟你离婚了 她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了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要求尽孝的人 你好像没有选择 狠 够狠 梦想狠哪 爸 你等等 你等等 你欠我妈一个道歉 你说什么 你跟我妈道歉 我给她道歉 我娶了才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 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 我给她道歉 那孟杰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呀 李承志你要不要脸呀 当初你要不想结婚 谁还按着你脑袋硬接呀 我们家才是受害者 被你一脸老实拔绞的样子给骗了 你赶紧给我闭嘴 我大姨被你欺负成这样 你真想让我们道歉啊 去去去去 不管怎么着发生这么多事情 爸 你拿了我妈的钱 逼着她差点跳楼 你不开说声对不起吗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我一个人一条命 我再也不用受他们孟家的气了 还给他们赔礼道歉 呸 你 你再呸一个 婉轻 你再呸一个 婉轻 不说了 只要这个婚离了就好 第一次 再也不用跟她同回一个家了 妈 回家 回啊 回啊 回家没法 大姨 等姥姥出院 咱们得庆祝一下呀 多好事 重获自由 你老今天就已经要求要出院了 今天 这么着急啊 姐 你劝劝 好孩子 她曾穿越过多毛的风 教华如何站在教室中 何曾寻复与杨立 他说旧母星上 破碎又勇往 都是为了前世光的手 做自己的信仰 他说道旅行 你退休以后 连工资卡都在我爸那儿 你怎么咋得输完啊 从生意开始 一年就存一点点 就这么攒起来了 但都给你开个户口 没告诉他 如果重新让你再活一次 你还要跟我爸结婚吗 我要是不跟你爸结婚 就没有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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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可以首先是手光剪 穿彼此的衣服 然后一起窝在山坝里面看电视 可是你每次伸手过来 不是要就是我的衣领 拉我去写作业 就是要拎着我耳朵 说你有什么什么事没有做 没有做 那个时候你很怨我吧 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了 我现在只希望你要好地 你要是有什么事 妈 我该怎么办 妈 妈 你答应我好不好 你不要再做傻事了 你答应我好吗 嗯 放心 我会的 妈 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活 我不管我都可以 无论你做什么 你女孩都支持你 你俩够了啊 姐 宋律师来了 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 没什么可谈谈了吧 我要说的话都在合同里了 你是铁了心的要告郭晓雯是吗 对于现在的你 我真的无可奉告 我发现你有时候 真的是游言不尽啊 宁安 我一直欣赏你的理性 但是这一次 你太感情用事了 你不觉得我们 很多看问题的角度 是完全不同的吗 既然你来了 我也想告诉你 不管是在感情上 或者事业上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就因为 小文基金这件事 你是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 不像是情侣 更像合作伙伴吗 婚姻恋爱 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 不就是合伙人吗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 很多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 将来还是会分到扬镳 宋律师 我非常感谢你 在过去这段时间 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 谢谢 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邱老师 你 宋律师在里面 好 知道了 宇安 你坚持要跟我分手 是不是因为你前夫 我一直都很佩服你 从一段错误的婚姻中 抽出出来的勇气 但如果 你要重蹈覆辙的话 那我只能说 这太愚蠢了 我随我妈 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因为她 延安 时间差不多了 宋律师在哪儿 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谈事呢 嗯 你怎么来了 我刚送完球球 正好在这附近 你不是要去看你妈妈 我送你去高铁站呗 好啊 走啊 我就说嘛 你们俩去了这么长时间 还不回来 我一猜 就是李承志又在那儿过乱呀 姥姥您就甭管了啊 以后我妈的事我来管 您就安心养伤 好 姥姥 我姐现在可厉害了 沙发决断能谈判 您就别管她 给你厉害了 打我 打我 打你 你们俩真好看得都行 娜娜 我仨想起来 不是不让你回来吗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回学校回学校 姥姥 你怎么赶我走呢 你现在行动不变 我们得轮番照顾你啊 你才能快点好起来 你们都天天在这儿 我这腿明天就能好了 我们不在这儿陪着你 你明天这腿就能好呀 我 姥姥 你是说不过她的 对对对 太能说了 杨姐来了 你们车祸赶快 把那个我摔那地儿那楼梯呢 给她弄上 别别人回头再摔 对对对对 这就去 这就去吧 妈 刚躺一会儿就要去 你放吧 你放吧 躺一会儿就让我们去 还是赶我们走啊 慢点儿孩子 慢点儿孩子 慢点儿 一点儿不给扭门了 行行行行 你们也小心一点 别帅帅着 好嘞 姥姥 姐 我想给妈找个保姆 给你一块儿照顾她 我最近要出一个长差 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又要出长差呀 那你去忙去 妈这儿我自己 一个人照顾就够了 你以前不都是这么照顾吗 还能一样吗 妈现在腿脚不方便 走路啊 上厕所啊 都得你陪着 你又要做饭 打扫卫生 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老三今天来电话了 他回来不也能打把手吗 你信不信 他回来肯定也同意找阿姨 你是跟他打电话 骂他来了吧 我那是跟他讲道理 你别说他了 他现在又是往家计轮椅 又是转钱的 他这一个人在那儿带着孩子 离了婚也真不容易的 我要不是因为他离婚 我还真就开口就骂了 你们两人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吗 没什么 妈 我在跟姐商量说找一个阿姨 跟她一块儿照顾你 我过段时间要出个长差 我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不过你们两个怎么又自作主张啊 你出差就出差呗 瞎嘀咕这事干什么 我这腿不就这么伤几天吗 等好了楼上楼下的我也自己能走 又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妈 您别急别急啊 他这不是也是为您好吗 想把您照顾得更好一些 我知道 我是恨我自己 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小心不小心 把身体就给摔了 你这刚离婚本来可以啊自由了 跟着一姐或者是干点什么自己的事 这又让我给拴住了 伺候您是我愿意的心甘情愿 您别 妈 找王龙也是为了让大姐能够别那么累 她二人四小时照顾你 一个人肯定定不下来对不对 这是统一还是没统一啊 不管统不统一我都请不 这一贴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了 肯定不会踩空的 是 他们说过几天才能来修 你说这种老小区的物业就是差劲啊 大姨跟姥姥岁数都那么大了 多不安全啊 也没有个电梯 我刚上的时候都喘 你喘 你缺乏运动吧 我缺乏运动 行吧 那前两年小姨不就说了没有 给姥姥换房子 姥姥不愿意啊 住习惯了 我妈也是 天天拖着个腿 爬上爬下的也不嫌累 所以我挂哪儿的 挂哪儿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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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对着 正好下来能看见 我跟你看我这儿 行 贴上 没外边 行 爸 又是 快来 来 走 起来 我家 乱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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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趋 快来 快来 让一让 让一让 来了 来了 来 来了 拐 非常精紫 看一包 这过年都没做这么多菜 这能吃得完吗 您刚出院 大家一块聚在一起 多高兴啊 开心是不是 对 也是啊 咱们呀 可是有日子 没在一起吃饭了 就差小姨了 那行 那你们就多吃一点 到时候你就 别顾负你大姨的这点心思 妈 这个是您爱吃的 妈 来 这些时候 您辛苦了 哎呀 我给你 哎 我觉得啊 最重要我们现在 还是得碰个杯 我们得祝姥姥 早日康复 对不对 来来来来 好 妈 早日康复姥姥 我让你康复 早日康复 好好好 谁 李姐 孟明蕾 李承志 你想干什么 给我开门 开门哪 妈 我俩在楼道里碰见她了 拎了几身啤酒 是不是喝多了呀 开门 开门 给个过去 我去 妈 你别动 开门哪 你小心点 爸 你干什么 让我进去 我要好好跟这老太婆 李伦李伦 花言巧语骗我离了婚 就这么想把我打破走啊 没门 我为孟家当牛做马 干了半辈子 不能就这么着算了 我得跟她好好算账 爸 你喝醉了啊 你不让我进啊 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 今天不说清楚 我还真不走了 这耍以风这不是 你让她进来 我正好有话要跟她说 既然楼上那个房子 她不想老老实实在那儿住着 那就让她走 让明伟和一锦搬回去住 大太婆 你别把我逼劫了啊 你把我逼劫了 我可对你不客气 你要对我们家 怎么不客气啊 小姨 你跟我大姐离婚了吗 你跟这儿干吗呢 还闹什么闹 不让人看笑话呀 你跟我孟家还有关系吗 你这属于扰民你懂吗 你赶紧回楼上去吧 不走啊 行 咱一块儿等警察来 把这事给处理 好 我以后再跟你们理论 这样 少爷 老三回来了 叶安 你怎么也回来了 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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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晚了啊 对不起 什么晚不晚的呀 快坐这儿 你就该别回来 我前两天计划回来了 后来上海有事耽误了 妈 那你先吃吧 也饿了 对 吃吧 吃 都吃吧 给你们倒点 快吃吧 真是 我给您包个虾 行 来 给 行 来 好 好 我上次跟您说 换个带电梯的房子 还是考虑一下吧 回头你跟大姐搬家搬过去了 离楼上的男的远一点 还能清静 对 劳劳 我觉得也是 今天我们大家伙都在 要是我们不在的话 她下来找事怎么办呀 我的建议也是搬走 离得越来越好 妈 你怎么想 行啊 要搬就搬吧 爷 这会儿你回来了 我妈干个事 那天带你大姐出去转一转 看看房子 我想把这房子卖了 换个大一点的 行 那这 这套房子卖了 应该钱也不够吧 楼上不是还有一套呢吗 两套都卖了还差不多 那如果差钱的话 我来补 但是妈 这楼上房子真要卖了 李承志要闹事怎么办 我留钱不够我来补就行 你什么意思 别 别 别 你们姐俩别 钱不用你们出 就算今天李承志不来闹 这个房子 我也打算好了 来 来 吃菜 你们吃啊 给我一个丸子 来 好 好 快吃 快吃 谢谢大姐 我爸还没回来啊 不知道要跑哪儿进来 管他呢 怎么了 其实 我还挺佩服我姐 陪我大姨他们去离婚的 你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妈 你知道的 你之前说想要离婚 我是支持你的 但是你后面说不离了 你是觉得麻烦吗 也不是 不是怕麻烦 而是 这事真不是一句话 就能说清楚的 我觉得可能还真得 你经历了才能懂 过两天我要出差啊 你其实可以 不用在这一直陪着了 可以回去 又出差啊 好吧 好吧 你瞧人 你那个检查报告 你给我看看呗 你要那个报告干吗呀 你又不是学医的 我是不是学医的 但是我看看嘛 那结果我总能看得懂啊 大半夜的 我 我到哪儿找去 我想想啊 等我找这儿了 给你呗 什么吧 行吧 妈妈困了 你闭眼里也能睡着 再哭了 我先睡了啊 来 帮我睡 妈呀 这身上味儿好香哦 我的宫儿 你 你得多久啊 我这儿憋不住了 一会儿就好了 你快点啊 娜娜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要这么假好不好 你不像话你 你回来也不跟爸爸说一句 我昨天晚上回来 你在吗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你昨晚上回来了 爸爸最近啊 一直都是早早回家 就昨天一个同事过生日 你非要让我去 那我过生日 喝酒了 爸现在可乖了 啤酒不摘 昨天那是没办法 一死这下一点点 想吃什么 中午爸给你做 这顿你还没吃你就想下顿 今天我领我们要去检查 然后 我们在外面吃吧 不是检查过了 没什么问题吗 对呀 检查什么呀 检查来检查去 我下午还要去老老那儿呢 我们速战速决 看完我们去找老老 我想听那医生怎么说的 这让我心里好有个数 正好我那个体检报告给出来了 咱们一块儿 对 你陪你爸去 这脱带出去的 一起去 吃完蛋就去 不用这么着急吧 别躲了 咱们这个房子在四楼 俗话说是金三银四 楼层是非常不错的 说得挺好 说得挺好 你看这边 老李 还早点去了 是 又听歌了 喜欢 我少气啊 好了 但是呢 咱们这交通 医疗 小学 周围五公里那个都有 往西斗十三公里 就是那个西山公园 西山公园 周末周天的时候 可以带着老人孩子 一起去看一看 那边的空气特别 你们是谁啊 怎么随便进入屋里来了 先生 您是这儿租客吧 是这样 乔女士和孟女士呢 委托我们把这房子给卖了 是孟女士这个时间段 让我来带客户看房子 租客 我不是租客呀 我住这儿啊 这是我的家呀 那您 二位 走走走 请出计 请出计 不好意思 先生 我们也是受了业主委托 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子 这房子我不卖 我不卖 这房子我不卖 不卖 不卖啊 妈 这个也好看 客户了吗 过有的打好呢 对 这好看 这好看 对 这还有个坛 在这儿 喝茶 这个房子的采光好好啊 一静把这些都拍下来啊 姥姥坐在这儿晒太阳 肯定很舒服 姐 你没觉得特别安静吗 隔音特别好 你看这些家具 大妈妈来了 这些肯定包入住了 怎么了 姐 不用姐 我爸 孟明文 谁让你卖房子的 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 你等着他 不用理他 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 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 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 下楼找妈 妈一个人在家 我 我放心不下 好啊 好啊 好啊